第一,巴萨止住了三场不胜的尴尬,巴萨前几场西甲比赛,是两瓶衣服,三轮不胜,并非三连摆,当然,对于本赛季冰强马装的巴萨罗奈来说,三轮不胜也是个很不好的消息,所以他们急需在欧关足球赛场止住这个腿势。 第二,巴萨获胜,跟解放的库蒂尼奥有关,要说是因为弃用登贝莱,也是可以的,登贝莱本赛季出进球率是不错,但他最大的问题在于,跟库蒂尼奥不太兼容,登贝莱首发打左边风的时候,库蒂尼奥只能打中场,库蒂尼奥身体对抗一把,放在中路受限制太多。 本场欧挂比赛,登贝莱没首发,库蒂尼奥打左边风,套位更为自由,仅能在前场与苏蒂尼奥或梅西做配合,也能插上后把边路留给阿尔巴去套边传中。 第三,阿图尔还需要更多的实在来找球,埃图尔的护球和穿插还不错,不过向前传球还要带提高,不是说埃图尔不强,而是巴巴中场核心的标杆,毕竟是哈维或伊尼斯塔,而库蒂尼奥该打左边风,也给了埃图尔更多的首发机会。 另外,这个年龄段的年轻球员,需要是再来找球,这对于埃图尔来说,是个利好消息,当然,在这种情况下,因为古蒂尼奥去打左路,那么登贝莱的出场次数将会变少,就看巴巴如何去舍。 简单说,登贝莱被启用后,古蒂尼奥在左右更具威胁,也激活了埃尔巴和梅西,古蒂尼奥没得中场,这也给了埃图尔更多的出场时间,毕竟埃图尔很可能代表巴巴中场的未来,而登贝莱几位可能成为这套打法的新生品。 你觉得对巴巴来说,登贝莱和埃图尔谁更重要,欢迎一起讨论。